汉光演習剛落幕 負責首都防衛藥物的陸軍航特部六棟腰旅 爆出了共諜泄密案件 檢調調查發現一名泄信商人 他以忠孝的七嫂為抽碼 謊稱說最快2025年兩岸統一 會確保忠孝的家人平安 成功的說服忠孝 交付了去年還有今年的演習資訊 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彥呢 相當的生氣表示說 背叛自己的國家應該要受到法律最嚴厲的制裁 綠營立委則是呼籲檢察官 應該要以軍閥死刑來論罪 曾被蔡總統讚許為陸軍精英 負責首都北部防衛的陸軍航特部六棟腰旅 警爆出共諜案 該部隊去年和今年汉光演習的重大國防秘密內容 全洩密流入共軍手中 案情會曝光 全是因為國防部的戰戰系統掌握 謝信忠孝和商人謝秉承 有不當金錢往來 一查看發現他是在台共諜網路成員 由於忠孝和家人聚少離多又有兩個小孩要撫養 疑似提供小額資金應急 讓忠孝陸入陷阱 謝秉承更打包票 最快2025年等中共武力解放台灣 兩岸統一絕對保證七小平安 成功說服忠孝 留出演習機密資料 誇張內容 讓總統府也說重話 我們的基本的第一個想法是可恥 背叛自己的袍責 背叛自己的國家 他應該要受到法律最嚴厲的制裁 雖然忠孝否認從中獲利 更強調自己才是債權人 對方還欠他數十萬未還 由於謝秉承否認犯刑 雙方說法有出入 前方已涉犯重罪 有勾串之餘 將兩人生涯境界獲准 但民進黨立委認為 應該要依軍法論罪 兩岸形勢緊繃之際 共諜滲透無孔不入 國軍今年已爆發第四起共諜案 連龍城部隊都淪泄 不得不嚴肅看待 記者和美容衛城台報道